第671集 跟系统的要求不符 裴谦努力回忆 发现自己还真没怎么跟其他游戏制作人接触过 除了天火工作室的周慕妍 但那也已经是一年多以前的事情了 主要原因在于对裴谦而言 游戏只是亏钱的一种手段而已 他对于国内的游戏圈子根本不感兴趣 也没有主动去结交这些成功游戏制作人的动机 所以直到现在裴谦也不认识几个游戏制作人 但这也没关系 腾达游戏在国内的游戏圈呢 也算是略有薄名 裴总诚心实意地想要学习一些游戏设计知识 总得有那么一两个大佬 愿意上光吧 或者单纯地来跟裴总结交一下也行 清州这边人节地灵 好吃的好玩的很多 来一趟是不亏的 也不知道哪位大佬愿意来呢 好期待呀 裴谦不由地开始畅想 十多分钟之后 外面传来了敲门声 新助理回来了 裴谦很期待 都有谁答应来了 新助理面色稍显古怪 裴总 我问了几家公司 他们全都拒绝了 裴谦一愣啊 为什么 是因为我没有把学费的问题说清楚吗 还是因为我们的诚意不够啊 新助理摇了摇头 不是钱的问题 也不是诚意的问题 他们根本不信 以为我们在开玩笑 有一位的原话是这么说的 别开玩笑了 裴总已经是国内最顶尖的游戏制作人了 谁敢教他 万万弄斧吗 大家纷纷都表示 如果只是来做客 结交一下的话 他们会很乐意 但是讲课的话就算了 我觉得再问下去 似乎也没有什么结果 就没有再问更多的人 先回来跟您汇报一下 裴谦很无语啊 要不问问天火工作室的周沐妍 真是老熟人了 应该会好说话一点吧 新助理面带微笑 问过了 他反应最激烈 你瞧这声闹的 裴谦自己倒是不想扣字眼 学习也好 交流也罢 起到的作用是差不多的 但是系统的要求很明确 必须是学习 而且这160万 必须是以学费 以及教学相关开销的形式 花出去 交流 探讨 跟系统的要求不符 裴谦没想到 自己会被拒绝 更没想到 会因为这种原因被拒绝 大家都认为 裴总的游戏设计水平太高了 不好意思 你裴谦表示不服 好不容易的想出来的办法 难道就这么放弃吗 绝对不行 你们不愿意叫我 那我就只能匿名求学了 因为一直以来 裴谦都对自己的身份 刻意保密 目前知道裴谦真面目的人 并不多 包括采访过程中 也都没有任何的照片 和影像资料 也就是说 哪怕跟这些制作人见面了 他们也不会知道 这就是裴总 裴谦考虑啊 自己可以伪装成一个 不差钱的富二代 出160万 请这些成功的制作人 教自己游戏设计 反正富二代嘛 做出什么事情都不奇怪 这些制作人 也不会过多的怀疑 包括啊 这又带来了一个新的问题 这160万的学费啊 是系统出的 要从公司账户上打过去 到时候 对面一收款 发现转账的是腾达 您会怎么讲 为什么这个富二代 付学费用的是 腾达的公司账户 似乎不太行 再次考虑之后啊 他决定换一个身份 不是富二代了 而是腾达的优秀员工 因为工作优秀 所以裴总特意出钱 160万 让他可以随意支配 进修深造 而这位优秀员工啊 对游戏设计 一直是心向枉直 不缺钱的他 决定用这笔钱 请优秀的游戏制作人 来学习成功的游戏制作经验 这样的话 他肯定不能是 游戏部门的员工了 那就 投资部门吧 因为投资成功啊 所以获得裴总的特别褒奖 嗯 这样一来 勉强说得通了 如果有人问 既然你是腾达的员工 为什么不找裴总 教你游戏设计呢 此时可以回答 裴总工作繁忙 没有时间 虽然还存在着一些漏洞 但应该问题不大 反正啊 能忽悠的一个是一个 只要有成功的游戏制作人 愿意来教自己 能够把这些钱给花出去 就行了 再说了 这些话基本上都是实话 裴先生自己确实可以说 是腾达的优秀员工 也确实在投资部门 做出了业绩 只不过 是隐瞒了一条信息 这位优秀员工 跟裴总是同一个人 裴先生考虑片刻 说道 嗯 那这样 再换几家公司 就说我们公司的投资部门 有一位优秀员工 想要学习一点 游戏设计知识 中间聘请他们过来讲课 新助理瞬间呢 心领神会 好的裴总 他很清楚 裴总说的这位优秀员工 其实就是他自己 这样说 无非是避免 再出现之前那种 没人敢交的情况 至于为什么 裴总如此执着地 要请其他的游戏制作人 来教自己呢 新助理稍有好奇 但也不会多问 裴总本来就是个 特立独行的人 这并不是裴总干过的 最让人费解的事情 没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 又过了十分钟 新助理回来了 裴总 有一位制作人说 可以考虑 裴一千很高兴啊 嗯 谁啊 盟国游戏的何安 何总 作为国内的老牌游戏制作人 在单机游戏和网络游戏方面 都有所建树 在国内游戏行业享有盛名 目前处于半退休状态 在国内外飞来飞去 享受生活 裴总觉得行吗 裴监点头 行啊 反正对他来说 这些成功的游戏制作人呢 应该都差不多 对游戏应该都有比较独特的理解 只要人家愿意来就行啊 新助理点点头 好的 我这就去订机票 何总现在是半退休状态 正好是没什么事情 顺利的话 应该明天就能到青州 哦对了 何总说他到时候 要做一个简单的小测验 太笨的人他是不教的 当然 这对裴总您来说 只是一个不值一提的小条件 说到这里啊 新助理笑了笑 说完 新助理转身离开 裴监则则是嘴不微张 陷入呆滞 啊 不值一提的小条件 裴监此时的心情 就像是一个 一点都没复习过的学生 突然要进行入学测验 说是很简单 实际上完全不会啊 现在突击复习 还来得及吗 那么问题来了 鬼知道对方要出什么提 也没有教材 复习个啥呢 赔钱不由的 满脸黑线 对自己做出的决定 产生了深深的怀疑 第672集 你的真实水平 我琢磨不透 4月22号 周五 汉东大学附近的一家咖啡馆里 裴监正在一边喝着咖啡 一边盯着手机屏幕 墨背上面的内容 昨天呢 蒙果游戏的河安 答应了来荆州一趟 但具体愿不愿意交 还得看测试的结果 至于为什么把见面的地点 选择在了这家咖啡馆 而不是摸鱼网咖 答案是显而易见的 摸鱼网咖那边呢 裴总去的太多了 所有店员都认识他 如果不提前交代好 店员肯定会露出破绽 可如果交代好了 让店员们帮自己打掩护 那这件事情啊 知道的人就太多了 很容易走路风生 更何况网咖对面呢 就是光环工作室 软光剑又天天跑去 卖咖啡 万一撞个正招 软光剑再喊一句 呸子 那可就精彩了 所以啊 综合各方面考虑 裴前决定啊 以后见面 尽可能避开自家产业 自己请河安来讲课的 这件事情 越少人知道越好 反正啊 只是为了花钱和学知识 不要在意那么多细枝末节 目前呢 就只有新助理和司机小孙 知道这件事 并努力地为裴前打好掩护 现在已经是下午两点钟 按照小孙的汇报 何总已经下了飞机 可能再有四十多分钟就要到了 而裴前从昨晚到现在 除了睡觉的时间呢 一直都在突击复习 至于没有教材 复习什么呢 裴前苦思冥想 只能是预判了一下 他昨天呢 花了不少的时间 把河安曾经做过的游戏 全都搜了出来 玩是不可能玩一遍了 只能是大致 看一看相关视频 然后再看一看 游戏的解说和评测 掌握一些基础知识 反正啊 只要到时候表现的 别太过分 然后再用学费 来表达一下自己的诚意 应该是妥妥的 搜了一下 河安做过的游戏 裴前才意识到 这位啊 还真是国内游戏行业的一位 资深巨老 河安生于69年 今年42岁 在他20岁的时候啊 就已经制作出了 第一款休闲类游戏 之后又制作了 业内知名的单机RPG游戏 并获得巨大成功 自己成立了一家游戏公司 也就是蒙果游戏 他最近的一款游戏啊 是三年前开发 今天还在运营 且状况良好的一款 多人国战类RPG端游 只不过在研发出 这款游戏之后啊 他就已经功成名就 处于半退休状态 这样的大佬 可以说是见证了 整个国内游戏行业的发展史 也在多个游戏类型中 都做出了成绩 绝对够格 给国内绝大多数设计师讲课 甚至啊 一般人不可能请得动的 不过由此啊 也带来了一个问题 裴谦需要突击复习的内容 实在太多了 这么多款游戏 裴谦只能走马光花地 看个大概 一旦和安问的问题啊 深入一点 多半就达不上来了 裴谦很无奈 但时间就这么多 自己又不是过目不忘的天才 而且这里头 有很多游戏啊 实在太老了 虽然在当时很出名 但裴谦呢 根本听都没听说过 死记硬背 效果可想而知 没办法 只能寄希望于 自己欧皇一般的运气 和超能力了 被提的过程中啊 不知不觉 四十分钟就过去了 何总 这边 小孙推门而入 将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人士 引到咖啡馆中 裴谦立刻就认出了何安 跟照片上比起来 他显得更年轻一些 虽然稍有一些不修蝙蝠 但那种中年成功人士的自信呢 还是在举手投足间 不经意地散发出来 裴谦几身迎了上去 跟何安握手 哈 何总 你好 何安笑容何须 你就是马总吧 幸会 幸会 裴谦同样微笑着点头 对 我是马阳 何总 您请坐 两人各自坐好 小孙询问过之后啊 立刻找服务生安排好咖啡 然后就出门去车上等了 裴谦已经叮嘱过他 这段时间呢 小孙就全程负责何安的刑场 一方面是待客之道 另一方面也是防止穿帮 裴谦现在想的就是啊 尽可能顺利地把这160万给划出去 不要横生枝节产生一些奇怪的传闻 那就好 两人一边喝着咖啡啊 一边闲聊 何安神态从容 真没想到 马总年纪轻轻 就能在投资行业做出一番成就 真是英雄出少年啊 裴谦微微一笑 何总二十岁的时候 不也已经做出了第一款游戏 享誉海内了吗 何安脸上的笑容啊 更灿烂了一些 显然这种商业护锤啊 没人会觉得不舒服 马总可能在投资行业天赋过人 不过游戏设计嘛 完全是另外一回事 来之前我已经说过了 要进行一个简单的小测试 希望马总不要介意 裴谦点点头 好 当然了 何安从自己包里 拿出一份折叠起来的文件 大概有三四页的样子 递给裴谦 马总按照自己的想法来答就可以了 不必紧张 这应该算是一些比较简单的题目 听到比较简单四个字 裴谦稍微松了一口气 如果是基础知识的话 自己突击复习的内容 搭个及格分 似乎问题不大 当然 也不能掉以轻心 裴谦把试题接过来 从上衣口袋中啊 取下之前呢 为了突击花钱 大价钱买来 但却只用过几次的钢笔 准备开始做大 然而看到题目之后啊 也赔钱傻眼了 随便扫过几道题目 孤独的沙漠公路的成功 利用了玩家 群体怎样的心理 设计者的目的是什么 鬼像的画风 为什么能够在一众卡牌游戏中脱颖而出 设计师如何平衡自身需求 与原画师灵感发挥之间的关系 海上堡垒的火麒麟 定价为888的初衷是什么 客观上起了何种效果 游戏制作人的营销方式 有何过人之处 游戏的中心思想是什么 回头是案中的木志明 反映了设计师的何种思想 客观上起到了何种效果 一共三页纸 全都是简答题 而且还非常贴心的留好了空白处 陪前抬头 看了看何案 表情复杂 就测试这个 我他娘子还巴巴的 在这突击被游戏基础知识 和你设计的游戏 结果你这反倒是 把我做的游戏拿出来讨我 你这是几个意思 早知道 我还搜你做的游戏资料干什么呀 把乔老师的视频 全部重新看一遍 那不就完事了吗 看到马阳诧异中 带着一点迷茫的表情 何安微微一笑 马总 你是不是以为我要出一些基础知识 或者是我做过的游戏相关的题目 那些基础知识 网上一搜全部都是 此几硬背也没有什么意义 至于我做的那些游戏嘛 虽然很不愿意承认 但已经过时了 现在学游戏设计 肯定要学最新颖的游戏 正好 马总你对游戏感兴趣 又恰好在腾达旗下的投资公司工作 想来对腾达游戏有一番理解 多学一学腾达的设计理念 对你帮助最大 怎么样 我说过 这个测试确实不难吧 呃 这个 看了看河安 又看了看手中的尸体 心中白干交集 算了 还能怎么办呢 答吧 陪钱比走龙蛇 在纸上刷刷点点 快速作答 河安则是一边喝着咖啡 一边悠然的耐心等待 半个小时后 陪钱答完了 虽然没有写满三页纸 但保证了每一道题 都至少有三五行字 看起来很像那么回事 简答题 哪怕糊躁 也得把空白填得七七八八 这一是陪钱呢 从高中时期 就留下来的良好习惯 河安乐呵呵的 接过试题翻看 表情啊 很快变得变幻莫测 孤独的沙漠公路的成功 利用了玩家群体的 受虐心理和杠精心理 设计者的目的 是让玩家们在游戏中感到无聊 今儿放弃这款游戏 鬼匠的史诗水墨油画 厚图风格 在一众Q版游戏中 显得非常特别 赋予想象力的人设 也是有所加分 设计师应该是 完全放弃了自身需求 让原画是自由发挥的 而海上堡垒 火麒麟定价为888的初衷 是想劝退玩家们 让他们不要购买 客观上 似乎是刺激了土豪的消费 而游戏制作人的营销 过人之处在于 憋角的营销内容 意外地引发了 up主自发营销的效果 游戏的中心思想 是被曲解了表达者的宿命 而回头事案中的木志明 反映了设计师 想尽一切办法 劝退玩家们的思想 客观上起到了反效果 激发了玩家们的逆反心理 河安看着这些答案 眉头时而紧促 时而舒染 陪谦默默地喝着咖啡 心情很复杂 他犹豫了许久 到底是应该写出 自己实际的想法吗 还是按照乔老师等人 过度解读的内容来答题呢 虽然本着诚实的原则 应该写出自己实际的想法 但那样的话 估计何总当场 就得坐飞机跑路了 所以啊 裴谦也只能非常羞耻地 用乔老师过度解读出的 标准答案 和自己手下的设计师 总结出来的游戏成功经验 来答题了 但问题在于啊 乔老师并不会为 裴总的每一款游戏 都出视频 有一些题目啊 乔老师没出过视频 还有一些关于 设计师意图的题目 裴谦呢 也实在是不知道 应该如何做到 只能是放飞自我了 虽然这样的答案 看起来有些荒谬 但也只能这样了 唉 但愿是能通过吧 何安把三页纸全都看了一遍 眼神中带着些许困惑 小些题目答得非常好 有些题目嘛 用比较直白的语言说出来了 但意思是那么个意思 还有一些题目 回答得很离谱啊 实话实说 你的真实水平 会有点捉摸不透啊 裴谦露出一个礼貌的微笑 诶 真实水平有点摸不透 因为 我的娘的刺激也摸不透啊 何安拿着测验题 一一解答 有几道题 答得非常不错 比如 你将鬼匠的美术风格 概括为 史诗水墨油画厚图风格 将游戏制作人的中心思想 归纳为 被取解 是表达者的宿命 都是非常精准 恰当的表述 非常专业 有些题目 达得似是而非 但大概意思是对的 就比如最后一题 回头诗案中的木志明 反映了设计者 想尽一切办法 劝退玩家的思想 这么答也不能说是错 迟失不准确 这道题的标准答案 应该隐身一层 设计者之所以想劝退玩家 实则是一种欲情故纵 应该答 反映出 作者对目标玩家 心态的精准把握才对 还有几道题 答得就非常离谱了 比如 设计师应该完全放弃 自身需求 让原画师自由发挥 这肯定不行 除非你的原画师 是一位真正的艺术家 但谁能保证 自己制作游戏时 随便碰到一个画师 就能达到艺术家的高度 所以才需要更加精确 细致的美术需求文达 就比如 孤独的沙漠公路 是为了让玩家感到无聊 劲而放弃这款游戏 火麒麟定价888的初衷 是让玩家不要购买 游戏制作人的营销是 别搅的营销 这些就错得很离谱了 总之呢 综合以上的题目 虽然依旧很难捉摸透 你的真实水平 但我大致可以有一个判断了 看着河安胸有成竹 一切尽在掌握的样子 裴谦突然很好奇 他接下来要说什么 难不成大佬还真能通过 这么简单的几道题 就能看出很深层次的东西吗 啊 那您请说 裴谦的态度非常真诚 因为他也很想知道 自己到底处于一个 什么水平和状态 自己对于游戏的理解 到底哪里出了偏差 河安摸索着下巴 一副名侦探附体的样子 对于美术风格和游戏中心思想的精准概括 这不像是一个专注于投资行业的外行人 所能达成的 除非 你从其他方面听说过这些词 陈后记了下来 这些似是而非的答案 说明你对游戏了解并不深刻 只是一直半解 并且缺乏钻研精神 当然 并不是说缺乏毅力之类的 而是 似乎专研游戏这件事情本身 对你而言的优先级别并不高 是一件收益比较低的事情 至于错得非常离谱的这几道题 就比较令人玩味了 按理说 即使是对游戏行业完全不了解的门外汉 至少也该懂得设计师和原画师的关系吧 这游戏就是为了劝腿玩家 这种回答 也非常不合情理 显寒这太多的主关系啊 第六百七十四集 您的推理能力真是让人叹为观止 二 何安的双目 炯炯有神 看向裴谦的表情啊 充满着脚狭和自信 似乎 你也给我出了一道隐含的谜题啊 裴谦露出一个震惊的表情 这么神奇吗 就通过我的这些回答 就能看出这么多的内容 难不成 他看出了我就是裴总 是游戏的设计者 裴谦的脑海中啊 瞬间闪过无数个想法 一时之间不知道应该说些什么 何安不由地哈哈一笑 我就知道我猜对了 马总 我猜你一定是在现实中 跟裴总是治疗好友 关系绝非一般的领导和下属之间的关系 而更像是朋友或者哥们 对吗 对美术风格和游戏中心思想的精准概括 肯定是你和裴总闲聊的时候 从他口中听到的就记了下来 传言游戏这件事情对你的优先级不高 是因为你忙于投资行业的工作 无暇分出精力钻研 所以一知半解 至于那些很离谱的答案 先许是你跟裴总闲聊的时候 他在跟你开玩笑 说这些游戏就是为了劝腿玩家 或者是自签 说游戏制作人用了别角的营销 然而 对游戏本身理解不够深刻的你 信以为真了 能跟裴总有这么多闲聊的时间 而且裴总还会跟你开玩笑 这说明你们俩的关系非常亲近 你竟然把裴总的玩笑都当真了 可见有的时候你会显得有些过于实诚 我猜得对吗 马总 何安说完了 充满自信地看向马阳 裴谦毫不怀疑 如果何安有无流常染的话 他此时肯定会轻抚胡须 一副得意的表情 但他没有胡子 所以只能摸索着下巴上的胡茬 脸上似乎写着六个大字 真相 只有一个 裴谦一时之间 不知道应该如何回答 因为欠缺了一个已知条件 所以何安的推理 从最开始就全错了 但不知为何 最后却得出了一个正确的结论 他确实把马阳的行为特征 性格特点给猜对了 甚至猜出了 马阳跟裴谦的铁哥们关系 这种推理的精确程度 令人诧异 而且何安的推理都是从已知条件出发 可以说是稳扎稳打 有理有据 这就让人感到更加的神奇了 裴谦不由地感慨道 何总 您的推理能力真是让我叹为观止啊 感受到了马阳的这句话中的诚意 何安不由地露出微笑 像当年我也曾经做过侦探类游戏的 这只是我一个微不足道的小特长 朴足挂齿 裴谦问道 所以何总觉得我通过测试了吗 何安微微一笑 如果旁人达成这样 我不会在他身上多浪费时间 但是 马总既然是裴总的至交好友 态度又如此真诚 我也没什么理由拒绝 我尽力交 马总你能参加多少 就全靠你自己了 裴谦万万没想到 到头来通过测试 还是要靠自己的名上 我蹭我自己 裴谦有一种极为荒诞的感觉 整件事情从头到尾 似乎都散发着一种黑色幽默 似乎学游戏设计这个想法 从一开始就跑偏了 现在越跑越偏 但是既然已经走到了这一步 那就学吧 能够多掌握一些游戏设计知识 以后做游戏能少走一点弯路 哪怕少穿着也好 何安继续说道 马总 我时间有限 每个月只能来荆州一次 不知道马总在时间方面如何安排 裴谦轻可量身 何总啊 我是这样想的 您来荆州一趟不容易 讲述的也都是非常宝贵的知识 为了节省您的时间 我是这样想的 每个月一次大课 一共五节课 每节课 我给您二十万的新口费 除此之外 您的来往机票 和在荆州的开销 也都一并保销 这个价格是系统允许的最高价格 乍一听 一节课二十万很离谱 但其实也合理 很多经济学教授 大佬 得邀请去讲座 光是出厂费 就要二三十万 这是很正常的价格 何安本身就是游戏公司老板 有很多款成功游戏 虽然盟果游戏 不如过去一样辉煌 但何安本人 至少也有几个亿的身价 也就是说 人家要是不愿意来 也根本不可能 为了几十万而改变主意 以何安在游戏行业的地位 远比一般经济学教授要高 而且这可不是那种 对多人的讲座 而是一对一教学 可以随时提出问题 互相交流的 给二十万一节课 不算过分 赔钱琢磨着 这样在结算前呢 至少能花出去一百万 至于剩下的钱怎么办呢 再说吧 何安微笑着点头 可以 那就一言为定 虽说对他而言呢 具体有多少辛苦费 并不是特别重要 但这也代表着诚意 二十万一节课 五节课一百万 自己也算是不白忙活 好 那么马总 今天就到这里吧 我出来荆州 打算稍微游览一番 顺便 也准备准备教学内容 这样 下周四 现在就是二十八号 我们准时开始第一节课 至于后面的课程 就定在每月的最后一个周四 赔钱点点头 嗯 那好的 您安排时间就行了 送走了何安 赔钱不由的 有点小惆怅 也不知道这位大佬 下周的第一节课 会给自己讲什么内容 四月二十三号 周六 一群看起来 稚气未脱的学生 在唐义书的带领下 来到升华好景的十六层 在进入金碧辉煌的办公楼之后 这些学生 虽然都在努力的克制着 让自己不要表现的 太过于惊讶 但还是会忍不住的 四下打量 每个人的脸上 都是按捺不住的好奇 同时啊 还有点羞愧 毕竟这栋金碧辉煌的大楼里 似乎到处都是西装革履 风度翩翩的成功人士 而他们呢 全都是囊中羞涩的穷学生 唐义书把所有人呢 领到会议室里 大家在这里稍等一下吧 裴总应该过会儿就到了 我先去喂个猫 等唐义书离开会议室之后 众人开始小声地交头接耳 这上班的条件也太好了 我差点以为这是电视剧的片场呢 所有的公司都这样吗 想啥呢 这可是腾达 显然呢 这些人之中有对腾达的情况 了解比较多的 也有那种完全沉迷学习 信息很闭塞的 所以咱们这些管培生 到底是干啥的 有人问出了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 这个问题啊 大家都不懂 唐义书也解释不清 第六百七十五集 培养言听计从的嫡系队伍一 因为裴谦呢 压根也没打算跟他说清楚 众人正在低声议论着 就听到外面传来唐义书的声音 学长 人 人都到齐了 都在会议室 众人赶忙正经危坐 果然呢 会议室的门很快被推开 裴谦进入会议室 坐在会议桌的上手位置 而唐义书则是坐在 他左手边的空位上 拿着本子准备做记录 看到裴总的真面目 众人反应各异样 之前大部分人都问过唐义书 知道裴总是高年级的学长 本科都还没毕业 已经有一定的心理准备 然而看到真人之后 年轻的程度 还是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 这完全就是同龄人嘛 与此同时啊 众人都从裴总身上 感受到了一种特殊的气场 举手投足之间 仿佛散发着一种强烈的自信 以及对一切的漫不经心 仿佛所有事情 都尽在掌握的感觉 实际上 裴仙的这种气场 源自于两个方面 这是他自己的公司 他对这里啊 比自己家还要熟悉 他对于公司啊 没有任何的营收压力 自然在举手投足之间 就会显露出一种从容 所以啊 这种气场 总是会成功地 对周边的人产生欺骗效果 还有一些人呢 则是满脸懵逼 然后恍然大悟 这不就是裴总的日常 里的那位演员吗 虽然裴总的日常啊 是一年多以前的短剧 之后飞黄工作室啊 就不再拍续集了 热度逐渐散去 但裴总的这个形象啊 还是深入人心的 裴仙在学校中 偶遇同学的时候啊 同学们都是会把他当成一个客串的演员 来看待的 但是今天 这些管培生们 看到裴谦的真面目 这才意识到 在短剧中出演裴总的 就是裴总本人 看到众人的表情啊 裴谦瞬间明白他们的想法 把手指竖起 做了一个虚的动作 然后他微笑说道 为我的身份保密 是每个腾达员工的责任 相信你们也能做到吧 众人赶忙纷纷点头 裴谦也知道 自己的身份啊 早晚都可能穿帮 但目前还勉强能遮掩得住 一方面 知道他身份的人都知道 他不希望别人知道自己的身份 并且都有一定的利益关系 所以啊 也都在帮忙掩饰 比如学校老师 马阳 腾达的员工们 另一方面 裴谦的身份是公司老板 游戏制作者 这两个身份相对而言呢 就是不那么容易引发好奇的 大部分人即使对某个公司老板 或者游戏制作者感兴趣 顶多也就是去网上搜一搜 搜不到照片 也就作罢了 很少有人会去刨根问底 想要知道他到底长啥样 而且就算知道了身份 这也算不上是什么惊天猛料 没有太大的八卦价值 总之啊 到目前为止 裴谦的诉求就只有两个 走在学校的时候 不要被围观 不要让比较亲近的人 尤其是父母 发现自己的结局 产生不必要的联想 对于现状 裴谦呢 还是挺满意的 这些管培生啊 应该能很好地保守秘密 按照唐一书的说法 这些人都是跟他同级的 从各个学院找来的贫困生 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啊 都得到了裴谦之前 为学校贫困生提供的生活补助 这些贫困生啊 除了经济条件差之外 人也都非常内向 平时的人际关系简单 而且不引人注目 这很正常 因为对于穷人家的孩子而言 这是大概率事件 裴谦对此很满意 觉得这种人 就是锦衣卫的好描葬 目光扫过所有人 裴谦开口说道 首先呢 对大家提出三点要求 第一 为我的身份保密 在学校里见到打个招呼就行了 第二 喊学长就可以 第三 无条件地将我的要求 置于各个部门的利益之上 能做到吗 众人立刻点头 齐一声说道 能 第六百七十六集 培养颜天计从的嫡系队伍二 陪前唯威威一笑 很好 没有人提出问题 以后也要保持 你们的工作很简单 作为管陪生进入公司的各个部门 尽可能地搞清楚这个部门的运作模式 实际上 时刻了解部门的动向和规划 我会定期地去召集你们 时间固定在周六 频率大概是两周到三周一次 在会议之前 每个人都要把部门这段时间的工作 会总成一个简报 也许我会对其中的某一项工作感兴趣 如果问起你的时候 你最好可以回答出相关的细节 大家需要特别注意的是 你们是管陪生 这一身份是完全公开的 不过 你们直接向我和唐一书 汇报工作的这件事情 是保密的 包括呢 周六不定期召开的例行会议 你们不要对任何人说起 包括你们部门的负责人和同事 大家需要签一份实习协议和保密协议 请大家放心 我会提供远高于其他公司的实习工资 同时呢 如果大家工作完成的出色 就可以在毕业后 直接免试录取 进入腾达工作 给大家几分钟的时间考虑一下 小唐 你去把协议拿来给大家看看 唐一书离开会议室 把之前准备好的实习协议和保密协议 拿过来 给众人分发 几分钟后 众人看完了实习协议和保密协议 都没有疑问 纷纷签字 对于他们来说 这显然是一个错过了就不会再有的好机会 可以获得丰厚的实习工资 可以进入腾达集团实习 并且了解商业运作的模式 毕业后可以获得免试录取 进入腾达的机会 最重要的是 还可以在例行会议上 直接向裴总进行汇报 这种好事去哪找 现在拒绝了 人家肯定要去找别人 再想反悔可就没用了 裴谦对众人的表现非常满意 没人提出问题 这有助于培养一群绝对忠诚于自己的下属 再有部门在背后偷偷摸摸的搞妖蛾子 就全都逃不过自己的眼线了 裴谦之所以从低年级学生中挑出人选 让这些人称呼自己为学长 而非裴总 同时让他们直接向自己汇报 归根到底 就是为了让他们意识到自己职位的特殊性 同时拉近这些人跟自己的关系 让他们变成言听计从的第一系队伍 从目前来看 一切都非常成功 等众人签完协议之后 裴谦开始分配工作 接下来分配部门 你们综合一下自己的专业知识 兴趣爱好和客观能力 觉得自己适合这个部门的就举手 如果有多人举手的话 小棠 你决定一下 腾达游戏 商养游戏 摸于网咖 摸于外卖 裴谦每说一个部门啊 就会有人举手 当多个人都想去同个部门的时候 唐一叔就根据他们的专业 分配一个人去 唐一叔在找这些人选的时候 就已经考虑到了这一点 找的是不同专业的人 所以相对啊 还是比较好分配的 很快 所有部门分配完毕 一共17个管培生 被分配到了17个不同的部门 再加上唐一叔 成立之初的腾达锦一位 一共是18个人 人数刚好 当然了 未来如果有新的业务部门出现 管培生的人选还要再扩充 好了 没有其他的事情了 大家准备准备 下周一正式的到相应部门找部门负责人报道 然后就开始工作了 我已经让人力资源部跟各部门负责人打过招呼 如果出现有部门负责人不配合你们工作的情况 及时的向小唐汇报 看着这些管培生纷纷离开 赔钱感到很满意 这些学弟学妹们没有职场经历 思维相对简单 完全听从自己的指示 只要稍加培养 日后多半要成为自己的左膀右臂 同时赔钱也不由地对未来的第一次管培生例会 非常期待 只要能培养好这些眼线和耳目 我看谁还能趁我不注意的时候被刺我 4月24号 周日 赔钱溜达着往托管健身走区 周日是健身房人流量的高峰期 如果没人 那健身项目就成功了一半 如果人很多 那就说明存在严重的隐患 得抓紧时间想办法解决了 路上他掏出手机 稍微看了一下学霸快来APP的情况 目前来看似乎控制的还不错 之前圆梦创投对学霸快来项目的一顿骚操作 让赔钱赚得有点脑仁的 从旭德教育那边挖来的余平安 本来看起来是个公骨之臣 结果刚来了没一个月 你就给了自己一刀 现在 学霸快来APP 作为一个教育类软件 可以说是闷声发财 虽然近期的热度有所回落 但APP上推广的内容 一直在给腾达的其他部门导流 同时APP本身也有一定的盈利能力 赔钱只能采取老办法 本着谁赚钱谁花掉的原则 让余平安把这些钱全都花出去 适当的打一打广告 花钱开发一些新功能 补贴用户等等 总之 基本上达到了收支平衡 扭盈为亏 那就不要指望了 赔钱生怕疯狂的烧钱 再烧出事来 只能是小烧一点 非常谨慎地控制好火候 即使是这样 也已经有两三家教育集团 提出了要投资 或者高价收购 学霸快来APP的要求 而赔钱的态度相当坚决 拒绝 对别人来说 卖掉一个赚钱的项目 是杀鸡取乱 而对赔钱来说 他倒是不介意杀鸡 甚至还很想杀鸡 但问题在于 杀鸡之后 取出来的这个鸡蛋 太大了 你吃不下去 就按照学霸快来APP 现在的估值 要真是卖出去 那这个周期要亏损 直接就难于登天了 反正现在脱手 是不可能了 就先这么凑合着吧 走一步看一步吧 收起手机 赔钱来到托管健身房门口 外面已经如他所愿的 立起了漂亮的指示牌 把健身房各项锁碎的规定 给详细地洗了出来 这让裴贤很满意 然而刚一推门 裴贤就意识到 情况似乎有些不对 像顾客竟然还不少 虽然没有出现那种 人山人海的景象 但人数显然变多了 跟之前那种 蒙可罗雀的情况 不可同日而语 有不少顾客在参观健身器材 在休息区询问具体规则 还有一些顾客 已经在里面开始锻炼了 果立成 亚灵等教练 则是正在展开 一对一的贴心服务 帮助顾客 纠正健身动作 普及正确的健身观念 等等 裴贤不由的心中一沉 该不会这么快就出事了吧 不 这绝对不可能 第六百七十七集 我就知道没有选错人 一 对于托管健身房 目前的情况 裴贤就只有四个字 不能接受 明明是已经把各项规定 强暴贴在了门口了 明明已经明灵禁止 这些健身教练去拉客着了 明明设定了 那么不合理的价格 还跟摸鱼外卖 很棒销售了 就连原本健身房的顾客 都已经转到别的健身房去了 凭啥还要这么多顾客 凭啥呀 裴贤非常不服 他要找果立成 问个究竟 果立成刚刚交完了一名学员 看到裴总进门 赶忙迎了过来 裴总 果立成脸上洋溢着笑容 可不得洋溢笑容吗 以前健身房空空荡荡的 无人问津 果立成除了自己练之外 就只能在休息区干坐着 非常无聊 现在呢 有活干了 果立成第一次觉得 有活干 竟然也是一件 值得开心的事情 在其他健身房工作的时候 他每天的课程 几乎全都排满 但这给他带来的感觉 并不是充实 而是疲惫 这种疲惫 主要来自于三个方面 首先 私教在训练过程中 主要起到的是 监督和陪伴的作用 为学员定制训练计划之后 盯着学员 一定要做够 多少个卧推 或者多少组的固定动作 当学员逐渐熟悉之后 私教就只是在一旁盯着了 完全是一个纯体力活 而不是技术活 没有太大的成就感 其次 私教在工作的过程中 要时刻承受 卖课的精神压力 最后 因为时间安排得很满 教练自己没时间健身 只能等晚上健身房快下班了 练那么一个多小时 饮食方面 也不一定能很好地保证 久而久之 就会感觉到疲劳 但是现在 我历程曾经的那种疲劳感 完全一扫而空 脱管健身房的这种模式 并不是完全不管顾客 而是灵活失教 新手入门时 帮新手纠正动作 等新手已经完全适应之后 教练就不需要在一旁干站着了 这样一来 教练节省下来的时间 就可以去指导其他人 或者自己去稍微练一练 休息一下 同时不需要考虑怎么卖课 跟学员之间 也不存在过多的利益关系 教练就能没有心理负担地 去指导顾客 顾客也不用提放教练 是来促销的 二者的关系会融洽很多 再加上摸鱼外卖 提供健身餐 托管健身房不允许加班 这些教练呢 全都获得了充分的休息 工作不再让人贡苦 可以在工作中 更好地享受健身 给自己带来的快乐 所以啊 果立成和教练们 全都精神饱满 动力十足 自己练完了之后 没事干 自然就琢磨着 怎么为顾客提供更好的服务 热情地对那些新人进行指导 那当然了 这些信息啊 裴谦暂时是看不出来的 他只能隐约感觉出来 果立成的气色似乎更好了 精神状态也有所改善 裴谦现在显然更关心 健身房的盈利问题 这健身房 怎么来了这么多人呢 不是说不让你们去做营销拉人吗 那这些顾客是从哪来的 总不能是自己找上门来的吧 裴谦的表情充满着警惕 果立成有些茫然 裴总啊 我们确实什么都没做呀 他们真是自己找上门来的 难道这不是在您意料之中的事情吗 裴谦面露茫然 果立成解释道 主要是因为您立出去的那块告示牌啊 告示牌怎么了 裴谦瞬间感觉到了不妙 果立成有些兴奋地解释道 您这个告示牌立得太有讲究了呀 我们之前呢 都以为这块告示牌会对顾客造成劝退效果 没想到啊 恰恰相反呢 不仅没劝退 反而吸引来了一批人呢 有汉东大学的学生 从我们店门口路过 虽然呢 被价格劝退了 但看到告示牌上的内容 觉得非常有意思 于是拍照之后啊 发给了同学们看 我们健身房的规则 让这些人感到眼前一亮 所以很快就引发了一批年轻人的关注 哦 当然啊 绝大多数人呢 都是处于一种围观的心态 并不打算消费 但总有一部分 对价格不敏感的客户 会过来体验体验 也就是目前的这些客户了 裴倩僵住了 他这才意识到 自己似乎啊 犯了经验主义的错误 之前摸鱼网卡 在门口立告示牌 确实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 在很长一段时间呢 大家看到价格就走了 摸鱼网卡无人问津 后来摸鱼网卡火起来 主要是因为陈磊 而陈磊被吸引来做助唱歌手 主要是因为张元 跟告示牌没有任何关系 所以裴倩呢 一直觉得 把告示牌摆在门口 是劝退顾客的一个好办法 但是他现在突然意识到 摸鱼网卡跟健身房的告示牌 内容不一样啊 摸鱼网卡的告示牌上 写的是价格 包括上网的价格和饮料的价格 顾客看到之后 只会有一个感觉 就是贵 并不会觉得新奇 也完全没有分享或者传播的欲望 但托管健身的告示牌上 写的是收费模式 它可不仅仅是贵啊 还包括了捆绑销售健身餐 强制制定 健身计划等内容 顾客看到之后啊 第一反应并不是这个价格很贵 而是这个模式啊 很有意思 因为其他健身房都不是这么干的 这样一个特立独行的规定 当然会引发讨论 一些好奇的人呢 自然就会来看一看 也就是说 摸鱼网卡门口的告示牌 是没问题的 但托管健身门口的告示牌 有问题 而且 问题很大 意识到自己错误的赔钱呢 脸色有些发白 沉默片刻说道 把告示牌撤了吧 国立城想了想 哦 裴总啊 你是说 消息已经初步传开了 吸引附近客员的目的 也达成了 撤掉广告牌 进一步吸引更多的客人 哎呀不行 这也不行 那到底是要闹哪样啊 裴千决定啊 不再纠结这个问题 稍显惆怅地说道 所以 你该不会要告诉我 健身房 要扭亏为盈了吧 我立城愣了一下 随即摇了摇头 扭亏为盈 裴总啊 您啊 这就太乐观了呀 这才哪儿到哪儿啊 我的意思是说 托管健身 目前的局势不错 比最开始有所进步 但要说 扭亏为盈嘛 还为时过早呢 您现在看到 似乎人不少 但别忘了 今天是周日啊 周日啊 本来就是健身房的 人流量高峰 如果是工作日的白天啊 健身房就会变得 非常冷清了 听到这里啊 裴千尝出一口气 有一种天无绝人之路的感觉 还好还好 吓我一跳啊 搞得我还以为要赢利了呢 真是的 虚惊一场 第六百七十八集 我就知道没有选错人二 裴千很想喝点什么 但是健身房没有茶水和咖啡 只有纯净水 只好接了杯水 随便喝一下压压惊 仔细想想 如果只是周日人多一点 平时依旧冷清的话 似乎也还可以接受 毕竟这健身房 本身器材齐全 教练负责 就算定价不合理 也总会有个别 对价格不敏感的顾客掏钱的 只要这种顾客比较少 盈利无法支撑开销 那就行了 裴千稍微放松了一些 不过随即啊 他又警惕起来 虽说目前距离盈利还远 但周末健身房这么多人 也不是个山上 容易给人营造一种 健身房很火的假象 这绝对不行 裴千觉得呀 健身房目前的劝退模式 还不完善 应该再努努力 搞一个多重保险 心里才能踏实 但是具体怎么做呢 裴千自己 没什么好主意了 他决定问一问果立成 那有没有办法 让周末来健身房的人 少一点啊 果立成愣了一下 呃 裴总 您的意思是 根据健身房的承载能力 优化客流 让资源 能够更充分的利用 为顾客提供更好的体验 裴千沉默了两秒钟 嗯 差不多吧 我历程露出一个 惊奇的表情 我之前呢 就想跟您 汇报一下这个事情呢 没想到 您主动问起来了 看来您对健身房的运营模式 也有很深的理解啊 哦 其实啊 这个问题在其他健身房 也是普遍存在的 裴千好奇道 哦 那他们是怎么解决的 我历程说道 他们不解决 所以 我才在犹豫 到底 要不要跟您 汇报这件事情 哦 其他健身房呢 只要忽悠顾客 办了卡之后 就不管了 根本不在意 健身房的实际承载人数 有时候啊 赶上高峰期 呃 比如 周末之类的时间吧 整个健身房啊 完全是人满为患 用器械要排队 跑步要排队 甚至洗澡都要排队呢 这个时候呢 就完全依靠顾客 自发调解 主动排队等待 或者呢 挑人少的时间来 哦 但即使如此 大部分顾客 是没有选择的 还是只能周末来 有些顾客因为人多 不想来健身房 更是郑重下怀 反正啊 年卡的钱都已经交了 健身房呢 巴不得你不来呢 呃 所以 这是个普遍难题啊 裴肩点点头 那你觉得 这个问题 该怎么解决呢 果立成犹豫了一下 说道 说实话 我倒是想过一个办法 就是成本有点高 而且顾客 也不一定能接受 裴肩眼前一亮 呦 有这种好办法 你不早说呀 快讲 裴肩努力维持着淡定的表情 果立成顿了顿 说道 一个健身房 能够承载的人数 是有限的 这一点不可能改变 所以呢 为了保证顾客们的健身体验 就只能对人数进行限制 我觉得呢 可以开发一款APP 让顾客们 每天根据自己的时间 进行预约 当前时段的预约 人数满了 就对人数 进行一定的限制 这个办法 对其他健身房来说 是行不通的 因为啊 大家都是年卡 不让顾客来 顾客会觉得 自身利益受到了损失 肯定不答应啊 但是呢 我们健身房 是按天收费 会为顾客制定 详细的健身计划 所以在制定健身计划的时候 就可以大致根据 顾客的空闲时间 来将他们分散到 不同的时间段啊 如果周末 已经全都排满了 那我们呢 就可以只接收 在其他时间 来健身的顾客 但是开发APP 应该要花钱 外包做出来的APP 也不一定靠谱 万一做出来一堆bug 很难用 那就麻烦了呀 而且顾客们呢 也不一定会理解 我们的这个政策 说不定 反而会骂我们 此外呢 我们还必须要有专人 负责统筹 规划所有学员的健身时间 合理安排 否则呀 肯定会引发顾客的不满呢 裴千亿抬手 好了 你别说了 我离城还以为裴总啊 觉得这方案不可行 于是赶忙闭嘴 然而裴总的眼神中啊 闪着光 办 立刻去办 不就是做个APP吗 我来安排 我历程说的这个办法 让裴千太满意了 做APP能多花钱 强制消费者 捆绑使用APP来健身房 还要预约 又能劝退一批人 还要让专人负责统筹 规划健身时间 安排学员健身计划 多发一份工资 而做了这么多的工作 最后的结果 仅仅只是稍微分流了一下高峰期的人群 让高峰期来的顾客 节省了一点点时间 提升了一点点体验 这性价比 简直是低到爆炸呀 裴千看向裴千 不由得多了三分欣赏 这绝对是个可造之才呀 我就知道 选你做健身房的店长 没有选错人 4月25号 周一 办公室里 裴千考虑许久 最终将目光 停留在了 OTTO科技这个部门上 昨天呢 裴千欣然采纳了 果立成的建议 决定给托管健身 做一个预约专用的APP 这样一来 托管健身 不仅价格 比其他健身房高出一大截 而且还多了很多 不近人情的规矩 必须捆绑消费 摸鱼外卖的健身餐 必须捆绑使用 托管健身的APP 否则无法预约使用健身房 必须严格按照制定好的计划 来健身 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通螺 但相对于其他健身房来说呀 显得过于古板 不知变通 这已经非常非常劝退了 裴千琢磨着 如果有人说 这样的健身房 还能赚钱的话 那肯定要建议他 自己去开一家 就拿做APP这一点来说 谁见过哪个健身房健身 必须在APP上预约的 多加这一步 绝对能劝退不少顾客 但是具体让哪个部门做这个APP 这是个问题 目前 裴千手底下的很多部门 都有开发和维护APP的能力 游戏部门就不用说了 终点中文网 TPDB网站 墨鱼外卖 都有手机APP 虽然这些手机APP 没什么人用 功能也很简单 但至少是有 学霸快来就更别说了 做的APP水平是最高的 除此之外 OTTO科技显然也具备 开发这个APP的能力 虽然有点杀鸡用牛刀就是了 第679集 好员工的标准降低了 裴千琢磨着 这到底应该交给谁呢 不管是哪个部门 开发出来的APP 肯定都能达到可以用的水平 但是鉴于之前 五次三番 被多个部门联动被刺 佩仙觉得 必须充分考虑到 各个部门之间的关系 防止某两个部门之间 再发生神奇的化学反应 让事态 朝着难以预料的方向发展 他的目光 一一扫过这些部门 游戏部门肯定不行 全是一群脑不怪 而且很善于把游戏制作思维 利用到其他项目上 诡痴的 让他们掺和这个事情 会有多么可怕的后果 中典中文网和TPDB网站 是同一拨的 似乎也不行 万一TPDB网站 给托管健身房 来个特别推荐之类的 那岂不是非常不妙吗 学霸快来 那就更不可以了 学霸快来热度这么高 尤其是在荆州当地 有那么多的用户 顺利成章的来一个 拥有更好的身体 才能更好的学习之类的活动 那岂不是玩犊子了 摸鱼败卖嘛 也不太好 这两个部门现在 联系已经是很密切了 如果进一步的联系 更加密切 甚至APP所套一起去了 那后果不堪设想 真是见了鬼了 咱们不知不觉之间 已经如此的危机四伏了呢 裴监把这些部门啊 全都考虑了一个遍 这才发现 似乎让托管健身 和任何一个部门 发生联系 都会给自己带来一些 不可预知的风险 唉 到处都是雷呀 最后 裴监还是把目光 投向OTTO科技 选常有的部门 做托管健身的APP 虽然看起来有些 杀机用牛刀 但这不正是裴监想要的吗 把对自己 威胁很大的手机部门 当外包公司使唤 开发一款 无关紧要的APP 让他们没时间 做更有威胁的事情 无形中削弱了 OTTO科技的战斗力 你当然 考虑到OTTO科技 和托管健身APP 可能产生的联动效果 裴监呢 还要盯住一句 让常有绝对不能在 OTTO手机上 预装托管健身APP 并且也不要在 手机商城等任何地方 推广这个APP 总之啊 只管做APP 不要瞎掺货 和任何APP 推广的事情 就只是让APP 成为托管健身房的 一个附属 一个工具 这样就应该没问题了吧 裴监考虑一番 觉得这似乎 是最靠谱的选择 把这些事情都安排好 准备找个时间 通知一下常有 办公室外 传来了敲门声 裴监抬头一看 是摸鱼网咖 和ROF装机的 现任负责人 肖鹏 肖鹏原本是摸鱼网咖 在凌晨的负责人 因为接了张元的班 所以现在啊 已经搬到了荆州 裴监不由的 微微皱眉 他来干什么 一看到这种 赚钱部门的负责人 找着门来 你裴监就忍不住的 偷他 肯定又不是什么好消息 多半是又赚了钱 来请示自己 要如何花钱的 有什么事吗 裴监努力啊 让自己保持淡定 肖鹏是第一次 来到裴总的办公室 稍微有一点点紧张 他小声说道 裴总 ROF装机账面上 积累的资金已经很多了 我考虑着 似乎应该升级一下业务了 所以来跟您请示一下 ROF装机业务的下一步 应该怎么走 看看看看 我说什么来着 就知道这些赚钱部门的负责人 找上门来 准备好事 又是让我烧脑细胞 替你们花钱的 裴监轻轻叹了口气啊 你们呢 也该有一点主观的能动性了 自己赚来的钱 自己想办法花掉不行吗 不要总是因为这些小事就请示 自己努努力嘛 不就是花钱吗 对吧 这有什么困难的吗 多花一点 没关系 我不会做怪你们的 萧鹏赶忙点头 好的 裴总 那我就 按自己的方法去做了 裴监沉默片刻 算了 来都来了 还是 说说你的方案吧 他本来觉得吧 应该让萧鹏 自己把这些钱 全都花掉 自己完全不去过问 总不能我手下的员工 个个都是商业奇才 永远只赚钱不亏钱嘛 但是转念又一想 从过往的情况来看 并不是完全不存在这种可能性 那得 还是问一句吧 只要不是太过分 就由着他们去折腾 萧鹏说道 裴总 我觉得 目前RF装机 已经是一个很受欢迎的 组装机品牌了 但是 我们的外形似乎有些不足 无法凸显出 我们的品牌附加值 我觉得可以花一笔钱 去找一些主机机箱厂商 专门为我们生产一批 外形酷炫的主机箱 再制定点好看的风扇 或者水冷之类的 提升一下颜值 赔钱思考片刻之后 点点头 嗯 行吧 这笔钱花出去啊 怎么都会对ROF 这个品牌有点提升 不可能一点效果都没有吧 相比打广告 烧钱促销 等后患无穷的办法 提升一下外观呢 似乎已经算是一个 最不坏的选择了 更何况啊 赔钱自己没有 也不敢想 一个赚钱更少的方案了 生怕自己灵机一动 你指点一番 ROF装机 再来一波大转 获得了裴总的肯定 萧鹏很高兴 裴总 还有一件事 摸鱼网刊 目前的业务也蒸蒸日上 账面资金也非常充裕 是不是 可以继续开饭店了 你说话大喘气干什么 有什么事情 能不能一次说完呢 两个坏消息你还分开说啊 这意思 是让我还口气吗你 裴贤很想说不 但萧鹏的这个要求 裴贤呢 还真找不到 合适的理由拒绝 荆州市 临城市这些摸鱼网咖 全部都火了 城城爆满 凭啥不开分店 这受不痛啊 强行拖下去 这些摸鱼网咖的员工 肯定都会怀疑的 但问题在于啊 这已经是被验证了两次的成功模式了 再开分店 肯定还是赚 这不是给自己制造负担吗 上次裴贤不信邪 觉得摸鱼网咖 在荆州火起来 只是个意外 决定到凌城这个穷地方 再开分店 再试试 结果一不小心了 搞出来了个进军下沉市场 要不再去底都和摩都试试 不 绝对不行 第六百八十集 裴总的思维导图 一 摸鱼网咖的定位啊 本来就是高端网咖 而这些超一线的大城市啊 消费水平比较高 开到那边去啊 这不是送人头吗 既然这些都行不通 那就只有最后一种办法了 裴前考虑片刻 有些无奈地说道 开吧 地址你自己选 但只能开在荆州市 和比荆州市经济 发展水平更低的地方 而且 这次做摩鱼网咖 三点零末市 作为更少 空间更大 价格更贵 地段更好 赔钱琢磨着 对 做平价的网咖 肯定不行 系统限制了价格 平价网咖 再加上摩鱼这个品牌 那还不得当场起飞啊 只能是一直跟高端市场死客 反正就是一直想办法提价 总有一天顾客的消费水平会跟不上 这个世界上也不能有那么多土豪啊 好的 小鹏没有多问 既然裴总已经指示了 那就好好揣摩 认真执行 不要多问 这是每一个腾达人都要有的自我修养 裴谦想了一下 又说道 万一这个店又赚了 那就把所有赚来的钱 全部自己想办法花掉 开分店 装修 买电脑 总之全花出去 一分不剩 裴谦觉得自己得做好两手准备 万一摸鱼网卡 要是再赚了可怎么办呢 那就战略性放弃吧 让肖鹏有钱就去开分店 总之不管你开多少家的分店 买多少台电脑 招聘多少个员工 只要你账面上没钱 并且别再来拿这个事情来烦我就行了 裴总目前对于好员工的定义啊 已经开始滑坡了 以前裴总认为啊 只有能让自己亏钱的员工 才是好员工 但现在却发现 这个标准呢 似乎太高了 没人能达到 那就只能降低标准了 现在裴总的 对于好员工的定义啊 已经变成了 只要能把赚来的钱 全部花干净 不影响结算的 那就是好员工啊 至于花掉这些钱 去干什么了 爱干啥干啥吧 小鹏蒙点头啊 好的裴总 我一定圆满完成任务 4月26号周二 办公室里 裴谦正在电脑上 尝试制作一张 简单的思维导图 思维导图的内容 很简单 就是到目前为止 腾达所有可能产生盈利的部门 以及一些辅助性的 事务性的部门 这些部门的关系啊 非常复杂 性质也各不相同 有的赚钱多 有的赚钱少 有的不赚钱 有些部门之间呢 存在明显的上下级 或者联动关系 而有些部门之间的联系 则没那么密切 盈利部门和事务性部门之间的关系 似乎啊 也不尽相同 思维导图 通俗一点来说 就是把各种关键信息 写在一个个小框框里 然后用各种线条 将这些关键信息啊 给连接起来 并标注出 他们之间的关系 裴谦决定啊 用不同的颜色 和不同的线条 来表示各部门的状态 以及部门之间的关系 红色方框的部门 代表着已经盈利的部门 蓝色方框的部门啊 则表示尚未盈利 情况相对乐观的部门 黑色线条 代表着两个部门之间 已经产生关联 比如摸鱼外卖 正在实际上 为托管健身房 提供健身餐 又比如啊 ROF装机和逆风物流 基本上处于连体婴儿状态 另一种是红色线条 代表着两个部门之间啊 尚未发生 但有可能产生的关联 裴谦的想法很简单 就是通过这个思维导图 捋顺自己的思路 同时提前预判 可能发生的部门联动 但是初步整理之后啊 裴谦很快发现 你情况似乎啊 并不乐观 从图上的情况来看 到处都是一片红啊 仅有摸鱼外卖 逆风物流 TPDB网站 等少数几个部门 还维持着不盈利的蓝色 而且工作量啊 比自己想象中的要大太多了 各种黑色线条错综复杂 梳理之后就会发现 某些部门之间存在的联系 远比自己之前想象中要复杂得多 更何况还有OTTO科技 这种bug 几乎跟所有现存的部门都有联系 密密麻麻的黑色线条 代表着各部门之间 已经发生的无从拯救的关系 让整张图几乎变成了一张网 配上各种解释说明的小字 那么看起来啊 十分头疼 裴谦尝试着 在两个关联不大的部门之间 画出红色线条 预测他们之间 可能存在的特殊关系 但画了几条线之后啊 他就甭贵了 因为似乎所有的部门之间 都存在着理论上联动的可能性 裴谦只能是努力 设想两个部门联动之后 最糟糕的状况 并且用红线标注 如果是一些模棱两可 似是而非的联系 就不去标注了 因为线条已经太多了 再这样不加筛选的画下去 只会扰乱自己的视线 裴谦看着这张 自己花了两个小时 初步履顺的各部门关系图 不由的往椅子上依靠 以首扶额 事态怎么就发展成这个样子了 原来我的公司在不知不觉界 情况已经糟糕到了这种程度了 现在我都没有办法搞清楚手底线 这些部门错综复杂的关系了 如果只有那么三五个部门的话 他们之间的联系会很简单 很快就可以理顺 但是现在的部门 已经来到了十几个 谁知道这其中的哪两个部门 会发生一些莫名其妙的联动 裴谦又不可能要求部门负责人 把所有事情都上报给自己决定 那样的话 裴总也不可能有正常的休息 和娱乐时间了 每天就光顾着处理这些琐事了 现在的情况啊 只能是抓大方向 死盯着几个重点部门 乐观一点看的话 其实状况也还好 上一个周期已经亏了 我已经慢慢摸索到了亏钱的窍门 以后应该会越来越顺利 昨天管培生们 应该已经进入各个部门了 下周六 就把他们召集起来 对所有的部门情况进行一次大摸底 利用管培生们 刺探到的各部门的情报 再完善一下这个图 至少就可以初步地完成 对所有部门的了解和预警 而相比之前而言 算是很好的控制了风险 这张图的内容太多了 气也没用 慢慢完善吧 裴倩把这张图啊 小心翼翼地保存备份好 便于自己能够随时查看 时刻反思 预防可能出现的危险 他不由地感慨 制造亏损 似乎啊 越来越变成一个技术活了 刚关掉思维导图 准备看个剧 休息休息 外面就传来了敲门声 得到进来的许可之后啊 林参荣小心翼翼地推门而入 赔钱有些差异啊 林大厨怎么来了